大家记得在高雄的选传辩论的时候 韩国瑜也讲到了 有关于这个会要出去 人要进来高雄发大财 一个关键就是 他承认九二共识 认了之后呢 这个才有接下来的可能性 他的逻辑是如此 不过对于承认九二共识 有人解读说 那这次的选举投票的结果 是不是民众也选择了 要认九二共识这一段这个逻辑呢 蔡英文这回是在30号 接见美国来访官员的时候 特别强调 这次的选举 人民并没有在两岸的议题上面 做出选择 老师你看有没有 我觉得不算 不算 因为这些还是地方的选举 那我相信选民可能也不认为说 今天这个和国家的定位 或者和对岸的这个关系 有绝对的这个相连性 所以试试看 至少大概很多选民觉得说 如果经济不好 我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说法 那不表示我一定是接受中国 但是至少我来试试看 这样的一个共识之下 我能不能真的把货卖出去 让人进来 那我也一直长期讲调 就是说讲九二共识 大概你身上也不会少一根毛 就是说没有伤到这么严重 可是对我要问问看郭伟元了 就是说为什么民主党 提到九二共识好像就洪水猛兽 好像身上马上就要被吃掉一块肉 因为你不讲九二共识 其实大陆就强调一个中国了 九二共识里头并没有强调 就是说有内涵有一个中国的不管 但是已经简化到九二共识 那我觉得已经简化到 没有提那个一个中国 如果说今天民进党想要再换 说我们要跟大陆谈 那大陆说好啊 换别的共识可以啊 那更要强调一个中国 你能不能接受 老师认为是政治选举结果 一般民众选择的并不是两岸的议题 而是选择发大财这几个字吧 不过对于很多蓝一的县级首长 他们觉得说要告诉他们的民众 他们承认九二共识 这样跟对岸不要把对方当敌人 是要做生意的嘛 他逻辑是如此 像韩国瑜讲说 大陆市场占我们的40% 如果你把它当做看不见的话 难道是要当做去生蛋糕许愿吗 他编论会是这样讲的 所以高雄发大财是人民的选择 吴东山你怎么看 我同意闻老师刚刚的说法 这次并不是说是这个两岸的议题 来左右的整个选举的结果 是 确实是经济议题 那经济议题的 那这个高雄发大财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经济 那经济呢 我称之为是经济民粹 经济民粹 这两种说法 我想正量跟这个国务委员 跟研讨师这方面学者专家 可以给他更好的定义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高雄确实生活太苦了 然后这个所谓台湾老百姓 觉得生活实在太苦了 那太苦的情况之下 跟两岸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 因为旁边一个敌人 军事上经常展现出对你的恶意嘛 但是这个以老百姓来讲的话 或企业家来讲的话 他投资就会产生故技 他会有hastate 他会不太愿意投资 这个有点风险存在了 然后另外我们 蔡英文搞了两年多了 还有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说他顶住了 他一直跟 跟这个中国大陆维持一个 就是一个对峙的局面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人民产生很大的挫折感 就那个光荣感丧失了 所以这几个因素 累积起来 这样造成高雄这个 全国老百姓的整个的心情 情绪是低落的 美利导民调曾经做过一个民调 就是问 大概在一年半前 问老百姓一个问题 如果说你 同意一中 一个中国为前提 然后来展开两岸的 谈判的对话的话 你认不认同 结果我们在大概一年半到两年前的话 民众大概四十几%反对 三十几%赞成 结果后来最近这个半年前做的时候呢 反转 就是老百姓愿意接受 就是以一中为前提的谈判 然后讲到两岸 两会能够恢复复弹 就是说很不耐烦的你知道吗 是是 就是你这个政府搞到 所以为什么 这是蔡英文谈判 蔡英文以义德中文为前提 对啦 这是蔡英文啦 所以这整个结果 我们 我的定义啦 这个是一个 蔡英文政府的彻底的失败 我们来看蔡总统这讲说 这次的选举 人民没有在两岸议题上面做选择 我个人认为说 的确 某种程度上来讲 很多台湾人投票那一刻想到的是 高雄发大财这几个字 的确是比较能够 直接打动人心的嘛 那我们来看九二共识 为什么这次 虽然说候选人会讲 但是老百姓 不一定完全能够懂 这个也让可能很多 电视前的朋友 或是委员会觉得有点压抑 因为在选后 九二共识这几个字 成为了网路的热搜字 因为很多人说实在话 搞不太懂 什么叫九二共识 因为这一次的手投足的年纪 他们在可以投票那一刻 其实九二共识 有的时候他们还没出声呢 因为基本上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民调 什么叫做九二共识 做了一份调查之后呢发现 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认为说 两岸的政府各自代表 统治范围之内 同一个国家之内 尚未统一的部分 这比较接近九二共识的一个精神 那居然也会有百分之三十三的人认为说 九二共识应该就是两边 一边一国吧 这个是完全完全 超不大家意料之外 或者是两岸各自称 是宣称代表整个中国 也有百分之十七 所以看得出来 从这个调查看得出来 一般台湾人好像对于九二共识 真正的内涵 并不是那么了解 委员你对这调查会有点亚议吗 我觉得那个一边一国 那个是自己在骗自己的 自己骗自己 不然怎么可能蔡英文会当选 嗯 对不对 那我觉得民进党要接受九二共识 为什么会那么难 嗯 因为国民党基本上是延续 1991年那个一个中国的含义 嗯 然后九二年才有九二共识嘛 是 那那个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是 两岸都是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基本上当年就是海峡 算是官方授权的非官方组织了 海峡海基 达成了一个有默契但没有文字的一个共识 对对对对 包括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个中国 对 但我们这边会讲说 那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那对岸那边是没有一中个表这个事情 没有 对 可是因为他知道国民党并不反对一中啦 只是他口头上不愿意这样表述嘛 他认为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有 中统的价值啦 那民进党是根本就反对中统嘛 就其实 九二共识绝对不等于现在统一嘛 可是基本上未来就不会台独了啦 所以我觉得反对台独是确认的 所以你看后来那个 大陆那边都是讲反对台独九二共识 为什么这八个字要一起讲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就是说 你要不要面对宪法的现实啦 就是说 宪法明明你就有 那个陆委会跟国来办嘛 有海鸡海鞋嘛 那不就意味着你们不是两个国家吗 你现在事实上就接受这个宪法体制啊 那你怎么可以说 我们还是两个国家呢 我也跟你经不起来 他没有说我们是两个国家 他不承认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两个国家 他们有台湾 我说蔡英文的论说 蔡英文政府没有承认说我们是两个国家 他也没有承认说我们不是两个国家 他会说他的用语叫做这个国家啦 我国啦 这个国家啦 那 基本上 我认为啦因为 你这个就是对宪法的逻辑不诚实啦 就你要解释陆委会跟国台办 海鸡海鞋为何存在嘛 为什么两岸事务不列入外交部嘛 你这个要面对嘛 那你如果说这个问题你都不面对 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 呼吁你的选民 说是可以接受九六共识 赛东你已经说了两岸的政策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做 任何的调整 他这个是三十号讲的 你觉得在未来一年多 就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调整 虽然说韩国瑜他 他有讲啊说他个人接受九二共识 可是他的选举的后果必然会呈现 就是说15个县市 会组成九二共识县市联盟 那北京也会因为这样允许 这些联盟去拜访大陆 然后去更多对他们 然后也会争取更多农产品 事实上我知道韩国瑜一月就要去成立 那个南部的 农产品的交易平台 他就要成立了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九二共识做前提嘛 那蔡英文又说 你不能够设政治前提 我明明就设啊 就什么叫前提啦 那韩国瑜就认为说 九二共识就是我们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的 实际的状况嘛 那我现在只是恢复 当时的状况而已啊 那蔡英文认不认为这个叫政治前提 那如果 蔡英文认为这个是政治前提啊 那中央跟地方就准备明年打仗吧 就看跟这怎么走了嘛 当然是啊